你们猜啊 这个瓜我一刀筒一去 它会不会碰的就吹掉啊 这瓜你看听声音 绝对是好瓜呀 你听 哇这边的袍子这么多的呀 前面后面左边右边都在叫哦 你看那个就是袍子 哦哦的不是那个狗啊 乃乖狗一直在那边叫哦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 10点多了吧 你看刚刚那个开摩托车的本地的大哥 他就是看我视频的 大概知道我在哪个位置哦 然后你看他给我送的什么东西 太客气了你看 这个是牛肉 得有两三斤的牛肉 还有排骨 然后还有这个西瓜 他知道我喜欢喝那个康师傅的矿军水 你看 就给我补了三瓶 这么大一个西瓜 这两样啊 我跟他说 我说我只能要一样 他就说 就是心意哦 不是说心情啊 心意哦 然后一定要我留下 就是不管我怎么处理 你说这个我一天一顿的话 也只能吃一个牛肉或者是这个排骨啊 这个肯定是吃不掉的 那现在只能说是明天我把这个排骨或者牛肉 拿到饭店里面去让饭店加工一下 只能这样了 不然就浪费掉了 你看 这个西瓜 然后他刚刚还 就是 非常的热心的 一定要 邀请我 就是 去附近啊 有空房子什么之类的 就说 要我去那边修正几天 我说我的快递已经到庚河市好几天了 可能我如果再不去的话 又得要退了 买了高压锅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他说距离我这边两百米的地方 有个 就是 森林防火的一个地方 有三张床 没有人了 也可以领我过去住 那你说我现在你看这个都搭好了 我搬过去 还不很麻烦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安静的 刚刚那边有好多袍子在叫 狗也叫 现在安静了 挺好的 太热心了 太热心了 这个本地的大哥 早上的八点多 外面起风了 有点大起来了 太阳也出来了 我也开起床了 先把装备收了吧 一会儿风可能就更大了 刚刚又发来了 大风蓝色预警哦 装备是收拾好了 现在这个西瓜是遇上难题了 你看啊 这里绑了这么多水 然后还有东西 主要是这个龙头前面啊 真的挂不了了这个西瓜 只能说在路上就把它吃掉了 只能是先把这个挂在这儿 然后把这个西瓜放在这儿 等在路上把这个瓜吃掉之后 再把这个装上去 目前只有这个办法 好了 收拾好了 这个垃圾先扔一下 哎呀 哎呀你好 师傅我这 你 我给你钱 你帮我加工一下行吗 这快坏了 排骨啊 你会出师傅够呛 忙不开心的 那我等一会儿 没事 这人家给我买了 它 我认了又可惜 可惜你没收啊 不是 对 就你给我炖土豆就好了吗 高压锅压一下就行了吗 就简单 你来你来 他叫你整一下这个 我给你 我给你钱 我不是不给你钱啊 他整不了 我住了 我整不了 不是 你就帮我高压锅压一下 我给你钱 你 上上炒 你整不了 那就炒一下也行吗 炒一下没有时间 我现在为我吃饭 那我我等一会儿也行啊 你上那去啊 商店那家是吧 不是 帮我那家那家 哪家 那我他们知道 那边呢 哦 好好好 都不容易煮吧 他们这边首先是问你几个人 人多了就可以炒菜 人少了就忙 忙 两家都是一样 这边有菜 买点土豆啊 这边有菜 像这些店啊 我估计能炒它价格也是贵的可能比较厉害 因为这些它不比那个镇子里面或者是箱里面对吧 它这两家店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第二家好凶啊 我没有拍下来啊 好凶好凶啊 他起初是先问你 我说能炒菜吗 他说可以 然后他说几个人啊 我说一个人 他说忙 这个不是矛盾吗 大生意就做 小生意就不做 我估计等我找到可以做排骨的地方 排骨都臭掉了 今天啊 要翻阅一座很大很大的山坡 也是很陡的 看点面包啊 这个面包我好像是在雅克室买的 到现在好像有一个星期多了没有坏啊 这个它保质期这么久吗 这种现做的就让人保存这么久 挺好的 没办法 到这种速度下去啊 那个排骨肯定坏掉了 我刚刚把排骨送给一个开电饼车的了 就它 往这边开过去 然后我拦了一下 我说你要不要排骨 他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说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然后 我如果再不做的话就坏掉了 你家里有冰箱的话 你放在冰箱里面 他也闻了一下 就拿走了 他说谢谢谢谢 这个怎么说呢 那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又送给别人 不过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总比就是扔掉好吧 对吧 我得找个空阔一点的地方 把这个瓜先吃掉了 这个瓜至少至少在15斤以上 15斤是至少的 先吃掉一半吧 反正也没吃早饭 应该是能吃得掉的 现在开始就一路的缓上坡 不过暂时我还是能蹬得动 稍微猛一点啊 我这个膝盖啊 又开始有点 酸痛起来了 三天吧 还有三天时间 就应该能到那个 更合适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的炉头它坏掉了 昨天不是 其实也不是昨天吧 就前几天 开始吧 它就漏气 那个管子它漏气了 这个坡稍微有点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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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好 它不是全部飞坡中啊 只是它破坏的比较严重而已 你看它这边的路 破坏了有多严重啊 不是说它路面啊 你看它都被斜掉了 你看往这个方向它斜过来了 弯掉了 这个坡稍微有点陡 这边有多斜啊 哎这是什么地方 野生苗移植基地 哎这可以 你家里吃西瓜 哎侧子就靠这儿 哎呀 你们猜啊 这个瓜我一刀筒拥去它会不会碰的就吹掉啊 这瓜你看听声音 绝对是好刮呀 没有 没有 啊不过有一点裂掉了 绝对是好刮呀 哇 麒麟啊 这个是 弄坏了 一下子就轻了好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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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个西瓜它不顶饿 挤泡尿就没有了 肚子里还是空空的 吃点面包 十二点多了 刻起来 listener 在北枱走 吹开 滴海 字幕志愿者 第5話 我好像差不多已经走了10公里左右的连续上坡了 还是上坡 不过还好很缓很缓 现在开始好像有点开始抖起来了 在大庆安岭这边每天一到下午 那个牛芒就开始多起来了 我穿成这样还被咬 你看这个冲锋衣这边它是咬不进的 这个树干衣这边它就盯着这边咬 然后擦了一点风修筋呢 还能扛个一会儿 风吹干了之后味道散了它又来了 我的手上可能已经咬了十几个包了 好疼啊 它就是吸血的 那个苍蝇牛芒啊 前面就到土里河界了 土里河镇 这个虫子还是一样一直跟到现在 下坡是下坡了 但是还是没信号 手机视频传不了 我在想啊 有这样的下坡肯定也有这样的上坡 对吧 等一会儿爬的时候就知道了 下坡有多过瘾 上坡就有多累 我感觉我这次买的10.9级的钛合金螺丝啊 应该是能经得住这次考验啊 我之前的螺丝啊 是不锈钢的 看了一下是4.8级的 你想象一下啊 4.8级和10.9级的 差多少啊 那肯定是10.9级的好啊 对吧 然后我在网上又看了一下啊 它这个螺丝呢 还有一种啊 就是14.9级的 就是将近15了 15级了 那个螺丝不过它没有M5的 只有M6 我想都没想到啊 今天居然能到土里河镇啊 我好像从前面那个检查站那边啊 开始下坡 应该已经下坡有个十几二十公里了 可能有二十多公里的下坡了 有可能啊 反正已经滑行了 基本上不需要骑啊 就是一直在滑行 你看现在还在滑行啊 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了 路是稍微的烂一点啊 刚刚啊 现在又好了你看 我听好多朋友说 过了土里河镇啊 它那个路啊 路况就会变得好起来了 好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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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路边看到前面有一个房子 这边有信号了 不过好像是锁的 这个里面不清楚是干嘛的 有可能是森林防火的 也有可能是某户人家的 锁了进不去 这里面杂草重生 不知道是干嘛的 你们看这个是什么 哇太幸运了吧 而且这个地方是有信号的 哇这么好的房子 看一下这个里面怎么样 希望没什么 就是这个虫子你看小小的 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拍得清楚 你看 哇这个好像是牛圈哦 做不了了 难怪那个虫子这么多 牛圈啊 牛圈啊 换牛的呀 全地上全是牛粪 牛圈啊 新安第一家 大兴安岭第一家 应该是这样说吧 还有8公里就到镇子了 开始爬坡了 没事 就算是全部8公里上坡也没事 今天肯定能到 终于到镇子了 终于到镇子了 土里河镇到了 这个房子好像旅游的那个房子一样 很统一哦 这是个大镇子啊 我来河边碰碰硬去看看有没有凉亭什么之类的 不过没有 一眼就忘掉头了 这都出镇子了 还没有可以搭帐篷的地方 再找一下吧 如果实在没有 那今天就只能住宾馆了 我看到亭子了 不过在树林里面呢 终于看到一个亭子了 这里是土里河大条 我现在饿着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哎呀好像下不去哦 你看就那个亭子 你看啊这边全是那个防火的旗子 我都不敢做饭 刚刚后面有个 村友会吧好像是 就算可以录音也不能做饭啊 你好 你好 老板 有人吗 嗯 就我一个 就你一个啊 多多少钱 这么贵了 又找了一家旅店 这是旅店啊 真正的旅店 他这个是床位的是20块钱一个 然后这个单间是30块钱 老板不在 我就这间了 正好我的自行车停在外面 就这间了 没有厕所了 还有电视 那边是厕所还可以洗澡 其实我其他的不担心就是担心牛肉 那就终一碗吧 先去把牛肉想办法煮一下吧 哇 哇 他这个牛肉还是冰的 还是冰的 太好了 我现在去找家饭店吧 然后让老板 帮我在高压锅里面压一下就好 这个其实就高压锅里面压一下 然后明天当着在路上吃也可以吧 找家小饭店 这个真早原先的话是有四五万人啊 现在就剩下四五千人了 好多的饭店宾馆全部都关门了 奇怪了 我都走了有两公里了 他居然没有一家是炒菜的 有一家很大的我不敢进去 终于打到一家可以帮我炖牛肉的 然后要了个菜 他要了个木薯肉 他们这边训练确实是大 我说我记得 你干什么都不一会 我这个炒菜 我哪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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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老板已经在帮我高压锅压了 大概是需要四十五分钟时间在那压好 六十六二十分钟 没事 才有力压 现在是晚上时间的八点多了 我刚刚在饭店里面点了个菜 然后让老板给我把那个牛肉给压好了 老板那我把这个给盖打开啊 不然的话一屋就酸掉了 明天就吃不了了 这个呢肯定是留着明天路上再吃吧 早饭午饭都可以 这牛肉大概是煮了一个小时左右吧 反正挺久的 现在回旅店 太阳一下来之后很冷了 我这件衣服有点扛不住了 这种房子好像看着大多数都空掉的 闲置掉了 原先这个镇子有四五万人 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四五千人 所以就没人了 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没人 哎呀到了到了 等一下车子拿棚布来盖一下就好了 手机什么拿去充电 今天晚上估计要下雨 百分之二十五了 没电了 电已冲上了 现在去把这个桶布给它盖一下 它这边要开了暖气了 就是这个很暖很暖 哎 不要出去啊 哎哎哎我盖一下 盖一下 哦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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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 上去 上去 本来想洗个澡 没有热水 算了 反正明天或者是后天到庚河那边 还是可以洗的吧 今天就先不洗了 稍微的擦一下就休息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明天见